Hello, 大家好, 我是 Mr. Munzo 今天會跟大家講的是 S2 5th Classroom Exercise 6A組織圖 Part 2 看看匿時練習一 下列所視為李先生在30個組上外出工作時候 升降機所需的時間,單位為秒 等候時間是1-30秒 31-60秒、61-90秒 如此類推 這裏組終點我們沒有給你的 天數, 即是說這裡有5天, 5天都是等30秒 8天, 8天等30秒, 只有60秒 又是如初旅推 完成上表, 以顯示各組區間的終點 譬如說這一個為例, 當然是1加30除以2 當然是15.5秒 旁邊那個, 又是頭加尾除以2 就是45.5秒 第3組, 61加2, 90除以2 75.5, 大家留意一件事 就是每次都是欠30 為什麼呢? 看一看 1和31都欠30 30和60又是欠30 31和60又是欠30 90和60又是欠30 這麼好平均地大家一起欠30 一頭一尾的號碼全部欠30 所以中間的號碼做終點都是欠30 所以你照樣算下去, 全部加30都沒有錯 當然, 最重要是要查答案 有什麼事 好, 接著到B 好了, 試製作一個組織圖來表達以上的數據 好了, 大家還記得上一個影片我們講過 由於這些是連續數據 即是幾分鐘幾分鐘我們量度出來的 就叫做連續數據 體重都是量度出來的 都是連續數據 多少kg, 多少磅 連續數據我們就知道 會處理一些少數問題 處理少數問題我們就用組織 看著, 3.5, 9.5, 15.5 一路我們需要這些組織 幫我們去找這些所謂的bar 到底有幾闊的 好, 現在就想一下組織了 例如第一個組織間 和第二個組織間之間的組織 就應該是30.5 OK 這個我們就叫做第一組的上組織 好, 我們先看看第二組的上組織 就是60和61之間 當然是60.5 然後再來第三組 這一組 上組織有沒有人猜到 對了, 就是加上除以二 就是90.5 好, 那就第四組的上組織 就是120.5 還有下一個上組織 就是150.5 那最後一個呢 怎樣呢? 180, 沒錯 只需要多加0.5 就完成了 就是180.5 反過來 第一組的下組織 這邊加0.5 所以這邊就減0.5 好, 那其實呢 每一組的組織 我們都決定了 那要留意一件事呢 就是每一組 它都有自己的下組織 和上組織 那這個上組織 同時間呢 很多時間呢 都會是下一組的下組織 譬如現在這一刻呢 30.5 就會是第二組的下組織 而60.5就會是第二組的上組織 好, 當我們決定好 那些組織和組織 那我們就要想 到底要畫多少個 的BRA 1, 2, 3, 4, 5, 6 6組織 就是6個BRA 那就是剛剛好 黑度給了6個點 我們就會寫6個組織 畫好組織之後 我們就會利用 那些上組織 全部決定那條BRA的高度 OK 那留心一件事 就是組中點和組中點之間 中間位 就會是組織 所以15.5和45.5 中間位就是30.5 那就利用第一組的上組織 就會畫了一個5個數據的直線 然後第二組就會畫 8個數據的直線 好, 接著在下一組 就要畫7個數據 那它的上組織是90點 就是中間這條線 記住, 7個數據 我們就用上組織 就畫了5個數據 第二組的8個數據 第三組的7個數據 第四組的4個數據 第五組的4個數據 第六組的2個數據 那你會發覺 如果我打橫把這些線 連起來 就相差一些東西 就是相差第一組 那你也看到 原來它的組中點和組織之間 相差兩格 所以在組中點推翻兩格之前 就會是第一組的下組織 即是0.5 這樣就發達了 加上第一組的下組界 我們就立刻把線 打橫填好它 就會發現到整個組織圖 唯一美中不足的 就是第一組欠一些線 我們補一條線 它就可以了 整個組織圖也做完了 總結一下組織圖這件事 第一件事 我們會決定做中點 投尾加上處意 沒問題 第二件事 就是決定組織圖 如果要你強行想 第一組的下組織 就是玩你的 但是第一組的上組織 是容易想的 因為兩粒數字 或者兩組之間的中間位 就把30和31加上處意 就完成了 那你第一組得 第二組的上組織 你也會找到 就是把兩粒數字加上處意 或者兩組之間中間的一半 如此類推 就會找到所有上組織出來 我們可能會不斷加30加出來 最後我們會猜到150.5加30 就會找到最後的上組織 第一個就反過來 我看到全部都是差0.5 前面第一組的下組織都是差0.5 所以我們就知道1-0.5就是0.5 就是這個所謂的上組織 接著在下線上 因為找到第一組的上組織 永遠都是二個找到第一組的下組織 所以我們就在兩個組織之間 就會下第一筆 它有五粒數據就照下 八粒數據就下八粒 七粒 四粒 四粒 兩粒 下完之後就打橫滑了六線 封了頂後 發覺有個位置差一點 我們就會補回這條線 當然 講解的時候 我們就要下數字 告訴大家 這條線很長 實際上就不需要下數字 多謝大家 拜拜